一条巨型鰻鱼急速地钻进了海河环 足足两米长的巨型鰻鱼 在水下实属让人感到害怕 这里是马鲁谷群岛 岛上有着极为恐怖的鰻鱼诅咒 鰻鱼是穆斯林饮食中的禁忌 它们只允许有灵的鱼存在 某天 马鲁谷群岛的岛民对鰻鱼的味道感兴趣 于是便抓了一只鰻鱼来吃 此后疫情便在村里蔓延 自此岛民们认为这是鰻鱼的诅咒 专门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坏人 两个韩国人来到岛上 寻找关于鰻鱼的真相 你看着鰻鱼跃跃欲试 只因他们闻到了岸上的血腥味 这都是村民给鰻鱼准备的事物 一盆血腥的鱼儿抛下 鰻鱼成群结队地开始疯抢 岛上的孩子们都极为喜欢鰻鱼 他们平时都会捕捉一些小虾小鱼投喂给他们 鰻鱼们也毫不客气照吃不误 其实如今鰻鱼已经被他们称为保护神 保佑家人平安和风调雨顺 眼看下一秒鰻鱼就要咬了女人的脚踝 可女人却很是沉稳 不紧不慢地洗着衣服 在马鲁谷群岛 岛民和鰻鱼相处得极为和谐 然而如何操控巨型鰻鱼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一个鸡蛋即可 只要将鸡蛋黄灌入鰻鱼的嘴里 它自然会乖乖地不武为命是从 这只鰻鱼王一看就不好惹 可金先生执意想要驯服这只蛮王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鰻鱼并不怕人 但是想让他听话也不容易 金先生正在和他培养感情 他拿出鸡蛋在一点点地摸索这头鰻鱼王的脾气 第一次彻底失败 金先生开始再次驯服 随即鰻鱼王便灰溜溜地返回了自己的老巢 金先生开始降低难度 计划驯服一头小的鰻鱼 仅仅一颗鸡蛋 就将鰻鱼牢牢地吸引 你看着鲜细的身材 真令人羡慕 一颗鸡蛋下肚后 这只鰻鱼被金先生驯服了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鰻鱼王你喂它一百颗鸡蛋 它都卫护会搭理你 马鲁谷群岛的孩子们都会游泳 水性极好 他们在水中如鱼得水 很是自在 这就是神秘的马鲁谷群岛 你敢来马鲁谷群岛驯服一条 属于自己的巨型鰻鱼吗 这就是神秘的马鲁谷群岛